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人的大脑是100到140个脑细胞 我们这一生用的2% 它的整个成长周期大概分为几个阶段 一个是零岁到四岁 然后四岁到八岁 然后九岁到十一岁 十一岁到十六岁 大概四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呢 一般人的大脑发育十六岁才发育成熟 那么如果在这个阶段 如果不能很好地去发现孩子的潜能 去开发孩子的潜能 等于说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浪费 所以说我们简单地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发现自己的孩子 那么这个潜能 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人的潜能分为几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的前额部 右边是我们的主神经 也就是我们的精神功能 精神功能右边是代表孩子的一种领导能力 组织能力 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 如果发现我们的孩子有那种强大的组织能力 比如孩子王那种 这种组织能力也特别强 说明他的右脑这块非常发达 我们左脑是人的语言的沟通能力和知性能力 那么如果说孩子的知性能力特别强 做事特别的有效力 那么这方面的指数是特别的发达 凡是在右脑和左脑都能够做得比较好 那么这个孩子的未来一定能成为 无论是政治还是我们这个企业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人的一个好的材料 是说明他的指数是特别高的 那么在下以后呢 我们上个的部分 右边呢是空间思维能力 我们叫思维功能 空间思维能力呢 那么比如说人在选择很多专业的时候 这个尤其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环境设计和市面设计 像这个三维地体空间 如果这个它的指数很低 它百分之百读不下来 所以说呢 这个右脑这块特别重要 看孩子在这方面 是空间思维能力特别强 那么怎么来判断呢 比如说很多的孩子也好 家长也好 迷路 就是跟他再说 他就要迷路 像这种呢 可能做这方面就不行 好 我们左边呢是逻辑思维和数理思维的能力 那么这个呢 比如说要想学专业 学这个律师专业 那么逻辑思维能力不行 它一定是不可以的 当然律师呢 他需要记忆力呀 这个人的语言沟通能力等等 但是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是特别重要 看你的孩子逻辑思维能力能不能取来又很高 但是我们右脑这个空间思维能力是一团的 就是很难取来提高 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左脑呢 逻辑思维能力是可以提高的 比如说很多想学律师的通过辩论 通过演讲 通过看侦探小说 他的整个逻辑思维能力都有非常影响的提高 那么下来说我们顶部 顶部呢 我们现在是体觉的功能 体觉功能右边呢 这个是他的大动作 孩子就特别喜欢那种篮球啊 泳泳啊 跳舞这类 如果在这方面他做的特别多 特别喜欢 说明他这方面的敏感度指数是特别高的 千万注意这一点 那么左脑呢 是叫精细动作 就是小动作 那么小动作 那么比如说微雕啊 雕刻啊 做那个医生啊 这些精细的方面 看他是不是特别的做事认真 精细 那么今后可以做这类的工作 凡是大凡世界上所有的体育明星 都是大动作和小动作指数特别高 才能做这个 缺一不可 那么再往后面呢 是我们的视觉 视觉的右边是我们的介绍能力 比如说介绍能力呢 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也好 去看到很多好的建筑也好 很多人是没感觉的 没感觉 他的敏感度不够 因为指数很低 那么有些 哇 真的很感觉 但是说出来 就那种感觉 是一种人的内心的 他的一种浅具的指数的一个反应 我们左边呢 是人的辨识能力 比如说这个人和这个人 衣服啊 还有物景啊 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它敏感度 一判断不出来 像这个人 这个指数呢 能够孩子今后可以做 艺术设计方面的 包括存艺术的 包括音乐设计方面的 这个呢 下面我们来具体说的事情 再一个 我们后面呢 这个有听觉 听觉功能呢 那么右边呢 是人的一种乐感 大家都知道 每个孩子就听到音乐以后 就特别有乐感 但是呢 他的辨识能力就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现在有两个学生嘛 两个学生特别好 在这个去找这个钢琴老师学习 有一个每天两个小时 然后才六级 同样的学一个老师 同样的练琴的时间 甚至这个六级练的时间很长 那么有一个的时间很短 都是同学 结果十级了 那么经过整个 各个的咨询以后 发现说 这个孩子的辨识能力 是比较弱的 那么不要把这些弱点来 和长相的比 就把他停掉来做一些更厉害的 自己的长相的事情来做 那么了解这种潜能 对孩子的开发 对孩子的发现 今后的自信性的建立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 谢谢孟老师 那听说您是加拿大后天潜能评估师 已从事超过20年的潜能评估的工作 那么请问您觉得什么年龄 比较适合测试 并发掘孩子的潜能呢 OK 这个问题是这样 一般来说 很多有先天的潜能 有非常多的 有指纹呀 有各种的数据呀 那么先天呢 大家知道这个指纹是终身不变的 那么后天哪个地方开发了 是不清楚的 所以说那我一直至于 后天的研究大数据的 去来分析 也做了几百个案例呢 会发现说 人的潜能 虽然是天生的 但是呢 如果你开发的好 照样在很多方面 能够做的特别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 很多的孩子缺发那种创造性思维 可以通过这个发明课 进行开发 通过创作作品 通过很多方面是可以开发的 对 那么后天潜能呢 这个呢 应该对未来孩子职业规划 包括大学的选择专业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您觉得什么年龄 比较适合开发孩子的潜能呢 年龄阶段呢 应该从小已经开发了 但是后天潜能的这块呢 一般来说 从13岁以后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毕竟在成长阶段 到了第三个时期呢 它很多地方已经得到了一些开发 如果在这个时候了解它 更多的去指导它的各个方面的 潜能开发的指数 这样的话 对它未来 选择专业 选择大学和职业规划指导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 非常感谢孟老师专业的解答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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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